因为消费纠纷 这位民众他的车子引擎出了问题 他送去收 不过在过程中他发现 其实在国外原厂的引擎 是有延长保固的服务 他想争取自己的权益 向台湾的代理商反映 不过台湾代理商说 这个车子的问题引擎 出厂的年份不在延长保固的范围 型号也不同 他必须得自费修理 让这名消费者愤愤不平 拿出原厂延长保固的公告 郑先生很生气 因为爱车9月初越开越没力 到车上检查 才发现跟国外原厂 今年公告的引擎瑕疵问题 一模一样 但是台湾代理商却不负责 既然他发布了这个东西 为什么台湾这边没有跟着照着做 那任由这个事情 不断的在市场上面发生 拿出维修报价单 需要更换的零件 加起来就要10万元 后来郑先生发现 国外原厂 其实早在今年5月就发出公告 只要是引擎的进气突伦轴 顶筒还有高压帮普 有不正常的磨损 将对06到07年出厂 搭载2.0TFSI 引擎的车款 延长保固到10年或16万公里 不过台湾代理商表示 因为郑先生的车子 是05年出厂 不仅年份不符 引擎编号也不一样 所以根本不符合 延长保固的范围 然后有很多网友 甚至这些车主 也遇到相同的情况 那告诉他的态度都是 不好意思 你都是special case 第一个发生的 然后要车主自费修理 来到服务据点 极力争取 郑先生表示 另一个使用同一颗 引擎的厂牌 只要在05到07年出厂的车 都有延长保固 让他质疑同款引擎 难道保固不同掉 不过公告上 白子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这笔维修费 最后可能还是得要自己买单 最新的张伯凡 都尼台北通告